不聊性能球来聊一聊这个龙蛇蓝科里面的 很多花友会问我 哎呀龙蛇蓝我看很多都长得特别大 那么有没有什么适合在阳台养的比较小型的品种呢 那这边呢我是非常推荐这两款的 一个呢是王飞雷神的白中斑 一个呢是王飞雷神的黄中斑 它们的区别呢就在于中间的斑井颜色了 这个是白色的 然后这个是黄色的 从整体视觉上来看呢 我个人觉得黄色要略胜一筹啊 虽然白色的也好看 但是黄色这个对比感更加强烈 给大家看看 目前呢现在这个市场价格也是逐渐走低啊 像这个以前可能得一两百 现在可能四五十就可以买得到了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推荐吧 那么关于养好这个王飞雷神有什么要诀呢 首先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王飞雷神要保持它的好看 首先你得把叶子养厚 这个叶子不能太薄啊 如果太薄呢 它就会失去一些美感 所以配土上呢 我们尽量选择输松透气的土为主 你可以采用各种颗粒土混合 加入少部分泥碳 或者加入煤渣椰康 或者原土这些都可以 反正总体上的原则呢 配土只要透水透气就可以了 第一个养胖的问题解决了 那么咱们就要应对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咱们怎么样 就是我们也不能把它养得太胖 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王飞雷神的叶型啊 它是一个微字型的 类似这种微字型的 所以中间的受力呢 就会特别特别大 如果这个叶片特别肥厚呢 中间的叶子就很有可能会裂开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之前的裂斑 所以如何把一颗王飞雷神 养得又大又没有裂斑 而且又厚 这个相信就是很多玩家的追求了 像我的话就是经常裂叶子啊 因为水浇的太多 它就容易这样子裂叶子 水大了之后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浇水的量掌控 还是比较难以把握的 所以大家可以尽量先扫一点水 然后如果你看到这个叶子啊 是这样子了 就说明水太多了 中间一叶子已经有开裂的迹象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要减少浇水 这个都是可以从植物状态看出来的 然后其实光照 像这两个的话 我是放在底层花架养啊 目前来看 因为广州的温度特别高 如果有个遮阳呢 我觉得在露天下的遮阳是比较好的 因为你看这个 它这个夜间有一点点晒伤啊 之前拿到花架上层来晒了两天 反正这个夜间就有点晒伤 所以这个植物的缺光扫光呢 都是可以根据它自己的状态来看的 比如说叶子裂了 这就水大了 叶子焦了 这就是太阳太晒了 所以呢 我们呢 多多观察 就会知道这个植物 到底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了 最近呢 有特别多话有问我 啊 到底应该怎么样浇水 怎么样晒太阳 那我就说了 你住在沙漠的 能跟住海边的一样浇水吗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还是个人因地质疑啊 最主要的呢 就是植物的状态不会骗你 就不管怎么样 不管 不论你处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你看这个叶子裂了 那就说明水大了 晒焦了 就说明太阳太大了 要遮阳了 这个都是通用的 包括仙人球也是一样的道理 都是可以从它的状态 很直观的看出来 这个变化的 然后这个植物的繁殖呢 一般都是侧牙繁殖 这个我好像没看过 有谁在播种的 嗯 侧牙的话 一般会从侧面长出来 但也有可能出现这种高位侧牙 这样就不是很好看了 因为这个就会把这个主头给挤开 嗯 这个之前呢 下过两个侧牙 我感觉白中班的侧牙长得还是挺多的 然后黄中班就稍微少一点 嗯 不过现在都不贵了 基本上都是送花油的 关于它长大的话 我的确看到可以长得很大的王菲雷神 但是那个时间估计得很久啊 像我这个养了一年多吧 快两年还是这么点大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真的是比较适合家庭阳台养殖的 毕竟现在很多花油所处的地方呢 都是寸土寸金的 这个空间就是金钱啊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拍到这了 如果你动心的话 那就赶快入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